比赛就是中国乡球队的训练的大满意 包括羽毛球队的 还有篮球的排球的都可以到这个 那么二楼三楼呢都是乒乓球队了 三楼呢是女队 男女的浴室四楼都有 整个场馆条件非常的好 我觉得要仔细分析的 我觉得两个东西的力量好像 一个是绝对力量 一爆发力好像应该 好像是长焦 生焦 都是削长焦 半长焦 但是如果看在我的角度上看呢 其实消这个近焦的优势 一时跟他打销球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怎么办 为什么这么说 变化 对有变化 他有变化 其实要仔细分析来 光转不怕 他怕他有力量拼命拿进 他突然给一半不转就下了 你看我都说有很压力 不仅有压力 而且很压抑 曾经经常就说 那现在出来以后 他觉得反而倒没有压力了 无所谓了 就是我 我就是老大 在他眼里 施拉格都不在他画下 原来出去参赛的机会 比较少 然后呢 他年龄大了以后 他对球的理解 理解不一样 更深刻了 更准确了 而且有信任而解了 在一种宽松的气氛当中 他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门 这是计划 你看我跟这个梁老师这个理解不了 他也说不出来 你看梁老师上次打球 但他做得到 非常赞好 对乒乓球 当运动员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成绩 比如像我 但是反过程度做教练的时候 在回想过去打球 过去怎么这样吧 我要能这样的话 我早就出来了 对 我要先进入这种理解的话 对 我现在有去打打业余的时候 他反而打好了 对 在欣赏比赛的过程中 发送短信11 移动用户到8006 连通小林场比赛 我们都将抽出两名幸运观众 他们将获得千元红包 加上乒乓球签名装备 的观众说 这样的选拔赛很好 其体像公平公正公开 又锻炼了一年 像王浩纸板横拉的打法 在国家里还有几人 这种打法应该人很多 现在自从王浩出来之后 那么多 就打到目尖的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从蓝线上来说的 只要是 徐云生徐主任 强调要纸板横拉 纸板横打 那时候我们刚刚说 你没有剩下的余地 这有啊 太阳 那U47的单打冠军 你现在让他推档 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用 你当时你练习的时候 你让他推 他能推得到 比赛的时候 他出手就是很打 他根本变不过来 实力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摸到九年代出 处在 仍然是我们的纸板 来应对欧洲的 这个 扶圈 扶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你说 那个时候推档最好的 这些 这些技术都 非常的全面 不过孔灵辉我觉得 在这个各个方面 到底操的辛苦一样 和当运动 压力更大了 反而发胖了 抄合刚才我们看到马龙 那种打过云抄 其实打法是 你看这个就属于控制之中 控制的出手 想削就削 想攻就攻 完全没有那么从容了 现在呢 这个 马林 王浩 还有孔灵辉 他们都来到了 这个比赛场地 对 要进行正常的选变 好球 敲下旋 给运动员任何的一些空闲的时间 让你去休息 对 受伤可以练胳膊 发烧 也要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周 原来是不放的 原来能放两天 三天 拿中间 那这样王立琴第三 因为在前面呢 上海确实有两个男人 代表着重磅力琴了 因为乒乓球项目 当然是篮球啊 和田径项目 你埋怨自己 不能给自己加有鼓劲的那些声音 你都可以清晰的 听得到 听得到 所以一个运动员在每一场比赛当中 他总有一个阶段 就是一下可能会 他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 对方一拉手的时候 萧球选手很容易退得很远 到另一侧 你看另一侧 马林啊 王浩啊 他们又开始训练 作为萧球选手 中远台的反拉 确实给我们很多观众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包括原来朝鲜选手 李军向 但是他也是属于这边的人 敢于在最后时刻 跟你去玩命的 对 去剥杀的 大家欣赏这个比赛的时候就看 刚才马林打起来 显得非常的混乱 这样比赛结束了